好来看到落实艺术生活画 维纳斯一郎规划了艺术接力拼贴的工作 有请大家一起来拼贴艺术品 让每个人都能成为精彩作品的创作者 其中一个萌萌玉兔拼贴 吸引了相当多人甚至连狗狗都来压下脚印 同时也获得企业家认养艺术品 让艺术的能量多面向的发展 落实艺术生活画 维纳斯一郎规划了艺术接力拼贴工作方 邀请大家一起来拼贴艺术品 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精彩作品的创作者之一 其中一个萌萌玉兔拼贴 吸引了相当多人参加 甚至于连狗狗都前来压下脚印 我们都觉得艺术是可以斜杠的 就是不一定只是艺术家的专利 所以我们就让地球人 就是人跟毛小孩都可以来贴 然后这一次有毛小孩狗狗来贴 然后兔子 然后再来就是最小的那个拼贴的那个小朋友只有两岁 那其实年纪最长的大概有八十岁 所以呢他们就是用他们的手 叫千百年手 点磁成金 所以那个作品本身就是已经有大概上百人去贴的 所以这是很意义重大 当然它是由艺术家宋胜伟来塑形 然后马小妍来做那个颜色 然后那个猴台湾的骨架 其实它就是我们讲究的就是多元 然后大家粉搭合作 聚在一起 因为艺术所以聚在一起创作 这件可爱作品也获得在地青年企业家徐薄熙喜爱 特别任养作为给妻子的情人节礼物 刚好这个疫情也比较缓解了 然后又是兔年 那对于这个艺术 这个萌萌玉兔呢 它又是属于大众可以一起创作的 所以我本身没有艺术的创作才能 但是我觉得利用这次的活动呢 我可以参与 然后去任养 然后来散播这个艺术的能量 对我太太是属兔 所以刚好是这个符合 很符合啦 对对 那你们一起拼拼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感动吗 其实挺有意思的 你很好玩 对对 维纳斯萌萌奇葩风七十艺术剧 艺术接力拼贴工作帮 由多位艺术家来策划设计艺术品的模型 并且开放给所有民众一起来亲手拼贴完成 加上有博乐赏识任养作品 不仅让艺术家有持续创作的力量 更可以发挥他们的创作潜能 也期盼这一股艺术能量可以在花莲持续发光发热 介络会花莲港报导